我是本期的主讲净教练 这期的教学内容是少林抱拳 抱拳练力 演练时要求短马起乔 全身鼓励 两拳握紧 五指如钩措 那么抱拳的手型有 柳叶掌 五指并笼 大拇指内扣 放于侧面 此为柳叶掌 那么抱拳的主要手型是 四指弯曲 内扣如钩措 那么又称瓦龙拳 这是抱拳的手型 它主要用于点打对方的心窝 咽喉 太阳穴 眼睛 包括软肋等 重点要害不畏 还有四平拳 四指弯曲内收 大拇指压在食指和中指上 此为四平拳 握固拳 大拇指内扣 于无名指指向稳 将拇指握在内 此为握固拳 这就是抱拳的几种手型 那么其中以 豹爪的手型为主 演练时一定要力打手指 步行有并步,两脚并拢,眼睛平视前方 含胸收腹,松茎自然站立,此为并步 马步双脚打开,比肩略宽,约等于自己三横脚宽 然后须膝下蹲,此为半马,全马则要求下平 那么公步,一腿弯曲,后腿伸直,脚尖内扣15度 这是半公步,那么全公则需要前腿下平 膝盖不超过自己脚尖 另一个方向,左公步,也是一样 那么接下来,还有瀑布 一腿曲曲下蹲,一腿伸直 两个脚掌都需贴紧地面,脚跟不要抬起 此为瀑布 那么我们演练时,主要采用的步行 就是并步,马步,公步和扑步 这就是抱拳的主要手行和步行 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